你也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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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必你 你就是擎天剑派的大弟子 一耍寒吧 好眼光 南弓烈 我擎天剑派 整整找了你三年 虽然你东躲西藏 乔装改办 但最终还是被我找到了 那我就只好奉陪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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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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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大师兄 既然你知道我是大师兄 还敢违抗我的命 对付邪教匪徒 岂能心思受人 今天要不是我 我们大家都要葬身于此了 小四 给我好好做他的事 是 大师兄 我搜遍他的全身 什么也被搜到 不可能 南宫列乃是四方门四大长老之一 他身上必有镇照之宝 给我开膛破肚 我就不信他能藏到哪儿去 是 大师兄 南宫前辈已死 你何必再毁得尸首呢 你敢教训我 萧天不敢 杀人不过头点地 请大师兄饶他一个全尸吧 多谢大师兄 多谢大师兄 师兄 你死得好惨 有赵营 我们四方为人 一定会替你报仇的 我决定会藏在哪儿呢 我决定会藏在哪儿呢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不吃吃罚酒 有名似鬼 把他抓起来 曝光了衣服给我搜 冲破你啊 你别以为你头上插着两根恐炖羽毛 我出来判你啊 你别以为你 来 来 来 大家把酒杯端起来 我们恭贺大师兄 二师兄 杀敌成功 来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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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兄 我一直很佩服你 我就知道你武功盖世 那南宫老贼哪是你的对手啊 来 洪小四 先敬你一杯 他大概还在为那个大魔头的死 感到伤悲 我只是觉得邪教中人 也有英雄好汉 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该死 你知不知道 你这句话已经离境叛道 大师兄 你知道小天哥这个人 最会伤悲春秋了 你就别和他再计较了 小天哥 走啊 小天哥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知不知道我很担心你啊 以后你不要和大师兄唱反调好不好 你也认为我错了吗 我们习武之人一辈子追求的不过侠义二字 就我此知南宫列前辈在江湖 可算是一条铁蒸蒸的汉子 最不该死 好了 你非要跟他吵上一架才更新吗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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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投你家里аты 救命啊 放开我 放开我 原来超乞丐是个女孩 让哥哥来抱吧 放开我 放开我 出手 在下擎天剑派衣水寒 这二位是我的师弟和师妹 不知他们哪里得罪了幽冥似鬼 原来是义大侠 失敬失敬 这肯定是一场误会 这个小妞乔装乞丐 偷了我们哥四个的东西 我们只是向她讨回失误罢了 她胡说 我根本没有偷他们的东西 是他们想非礼我 我和银河都亲眼看到 他们四位正要非礼这位姑娘 非礼 没有没有 这绝对是一场误会啊 现在双方各执一词 看来唯有搜身意图了 我才不让他们给我搜身呢 这位姑娘 我师妹也是女子 让她给你搜身应该可以吧 这 姑娘 还在犹豫什么 我 行 我答应让她搜身 等一下 我现在绑得跟个粽子似的 怎么搜啊 你们得把我放下来 这容易 这容易 来吧 搜吧 别吹我的小神 讨厌 睡坏了 我找你们赔 怎么样 我说的没有吧 你们还不相信我 不好意思 得罪了 告辞 等等 这么着就想走了 那非礼我的账该怎么算啊 这个 你们不是名门正派吗 得替我出头才对啊 那依姑娘的意思 想怎么样 我得让他们哪 叫我三生祖奶奶 再学着狗叫绕一圈 磕头作音 我就算了 姑娘 得饶人处且饶人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 好吗 好吧 就看在你的份上 我就饶了他们 喂 你们今后可别再让我碰着 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得罪 得罪 后会有期 发什么呆啊 我 我没有啊 没有 自门挺美的吧 参见师父 参见师父 嗯 水寒 这次你带众师弟们下山 可曾好好历练一番 禀师父 弟子带着师兄弟们 拜法了各大武林门派 共商对抗四方门的大忌 各大门派的掌门非常赞成 只带时机成熟 共同对付四方门 好极了 只要我武林正派 能够齐心协力 毕竟还是邪不胜正啊 你们坚灭邪教长老南宫列之事 我已经得到消息了 看样子你们学艺日经 确实长进了不少啊 这几天你们都辛苦了 下去休息一下吧 谢谢师父 嗯 好 肖天留下 爹 那我呢 你这么多天不见我 没有什么话跟我说 咱们父女俩说话有的是时间 你呀 先去洗把脸休息一下 爹跟肖天要单独说几句话 嗯 嗯 师父有何吩咐 小田 我一时要考教你的武功 请出啸天无礼 啸天得罪了 你 小田 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剑法 啸天愚昧 此乃本门绝技 擎天一箭 原来这就是擎天一箭 为师要将这套剑法 传授给你 像当年我跟你爹一起赶走蒙古杂子的时候 是多么威风 现在 这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了 孝田当以师父和家父为榜样 尽忠报国 要报国首先得成家 正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 孝田 为师有一将银河取配给你 不知你意下如何 师父 这是真的吗 婚姻乃是终身大事 这还能假吗 多谢师父成全 好 师父他竟然如此偏心 不但要把晴天一剑传给孝天 而且还要把银河嫁给他 亏他表面上还对我赞赏有加 全是虚情假意 宋灵霄 你竟然如此对我 我溢水寒若不雪今日之耻 我此生势不为真 孩儿叩见母亲 万安千岁 你先起来吧 是 水寒 你别怪我对你太严厉 你虽然不是我的亲生儿子 可我一直对你期望很深 我让你从小混入晴天剑派学宫 为的就是让你有朝一日 能够成为中原武林的领袖 不但能够助我蒙古复国 更能让你成就非凡的丰功伟业 娘对你这份苦心栽培 你可了解 这次若非那个袁孝天在丛中作梗 孩儿已经从南宫列的身上 找到火麒麟了 袁孝天 她是什么人 她是我师弟 但是她仗着她父亲 是无鹰殿大学士 又跟那个宋灵霄是故旧 竟然屡次违逆我的意思 简直不把我放在眼里 你说的无鹰殿大学士 可是袁绍青 就是她 娘 您认识她 娘 我岂止是认识 我跟她还有未报的血海深仇 这真是袁家陆宅呀 袁绍青 这是什么 是她 原来是这么回事 不认识 我 霍麒麟 不用找了 霍麒麟被人拿走了 真的 不行 施主重伤至此 还是好好地休养吧 不行 霍麒麟关系着一大批财物和屁魔剑 若是落入旁人手中 我们四方们将永无报仇之日 施主心中充满了仇恨和杀气 若是屁魔剑落入你手中 恐怕会掀起一场大战 天下将永无宁日 你就此留下 让屁魔剑长眠于地下吧 不行 主公的仇我非报不可 施主啊 你若真想报仇 就先把我杀了吧 老和尚 你对我有救命之恩 我不想伤你 你若想活命 就赶快让开 别逼我动手 施主啊 你若执念复仇 何必顾虑 动手吧 让开 老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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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主啊 南火玄公 果然名不虚传哪 使人受重伤 依旧还有如此的功力啊 老和尚 为什么不躲 为什么要硬生生接下我一掌呢 施主 有佛缘哪 老和尚 若不能点化施主 任由施主再闯江湖 早下杀灭 那就太对不起天下苍生了 老和尚 老和尚 老那尽言 渊渊相报 无尽头 放下徒刀 立地成佛 施主 放下吧 放下吧 云妃娘娘 今儿个怎么有空大驾光临了 公公真是饱刀未老啊 我明明看着您闭着眼睛休息 没想到您早就知道我进来了 你们进来 参见善公公 好 好啊 我就喜欢这味儿 来 快过来 来来来来 坐到我身边来 以后要有用得着公公的地方 还望公公不要推却 那当然 那当然了 那就不打眼了 那就谢谢了 慢走 不送 来来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二师兄 你起得好早啊 你干吗不叫醒我 我害我有迟到 十一 我叫了可你没起来 不会多叫几声 行了 大师兄今天心情不好 你可要倒大没了 十五 十五 大师兄 对不起 我睡过头了 你身为二师兄 不做师弟们的榜样 反而屡次犯规 看来你是根本不把本门教规放在心上 这样的人要是做了掌门人 怎么令人信服啊 大师兄 我从来没说过要当掌门哪 你嘴上是没说过 可你心里是这么想的 大师兄 我 跟我来 出招吧 大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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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请袁伯父 袁伯母 过来谈论婚事啊 你早就知道 我在偷听你们谈话了 师父 大师兄和二师兄 在比武场上打起来了 住手 师父 同门师兄弟 有必要如此相残吗 你们倒是给我一个好的理由啊 师父 我跟师弟刚才只不过是在切磋无意 是啊 师父 我跟大师兄闲来无事 过过招练剑而已 过招练剑 过招练剑难道要用性命相拼吗 习无者应戒 以武犯尽 水汗 你身为本门的大师兄 岂能带头为乱 如此下去 为师怎么能将本门的重责大任 交付于你呢 交给我 师父不是早就已经决定掌门人选了吗 水汗早有自知之明 知道师父疼二师弟 所以对本门掌门之位 早已经不敢有非分妄想 水汗 你真的这么想的吗 师父 大师兄 大师兄 无论人品武功都是本门弟子中最优秀的 未来掌门之位除了大师兄之外 我们是无人能及 你少得了便宜又卖怪 师父将本门绝学倾天一剑传给你 我又哪是你的对手 为师传授剑法 那是因人而异 因才施教 不过为师更不愿意看到你们师兄李为此结怨 今天为师就将擎天一剑 也传授给你 真的 对 不过七天之后 你要和啸天做个比试 比试 就像你们所说的 互相切磋无意 你很清楚 为师昨天才将擎天剑法传授给啸天 我多给你七天时间 届时 你们两个比试比试看 你应该会明白 为师的用心 好 就照师父所说的 七天后必试武功 我就不信 我会输你二指定 刘兵 小心啊 这二师兄只守不过 分明是让着他吗 那 我给赌进不就全跑他了 开口 闭口 都是赌 你烦不烦呢 重点落 快来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